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其实是想自己住的 但是昆恩必须要跟我住 特别闹 哭 哭着要跟我住 所以我就接受了 对 开玩笑 开玩笑 昆恩 是这样吗 你问他吧 他们说你想跟谁住 我就说昆恩 看没 是他想跟我住 有发现对方和印象不一样的地方吗 就发现我特别讨厌他 我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他好像在用我的牙膏 我用的是自己的牙膏 那我用的是谁牙膏 你用的是酒店的牙膏 一起生活的过程中有冲突吗 其实有冲突 他的闹钟他是听不见的 他每天都会把那个窗户打开 对 我一天就会把窗户打开 然后就特别亮 我也不用这样打开 没有办法睡 因为我睡得很死 然后我一般闹钟都是10分钟一个 就是平时如果我要10点钟起来 我就会从8点钟开始射闹钟 然后一般要到9点过我才听得见 也就是睡得很很深 谁占卫生间的时间比较久 反正是我吧 就是大便的时间多 但是他洗澡时间长 我洗澡的时候 会把袜子和内裤都洗 所以会很长 还有做其他的 会洗澡能洗多脚 我也不会涮 也不会 也不会打扰我 我就在躺着船上玩游戏 我知道自己洗多脚 就是我一般洗澡就是15分钟左右 但是如果我要洗洗其他的内裤袜子 我需要花更久 也许半个小时 40分钟 40分钟还不够 很诚实啊 你觉得呢 我要花两个小时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帮你的都洗了 很好很好 40分钟 很好 你们俩谁带的衣服比较多 他的衣服特别多 衣服特别多 因为我什么 我不能回美国嘛 就难得回趟美国 衣服要带多一点 你帮你搭了多少件灰色的衣服 我就是一件穿五天 然后就看出多少汗 也许可以 也许可以坚持六天 每天回家之后先脱下来 然后 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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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每天早上拿起来闻一下 今天还可以 你每天晚上也会闻一下 哎呀 闻两次一次都一样 差不多我们没有打扰人家 就为什么 就无所谓了嘛 你知道吗 他说我 有一次问他 我说嘿 你的 你穿衣服可不可以有点颜色 我就说你穿衣服能不能 不是不是时尚 但至少 不要那么土 我觉得穿了蓝色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 他说这就是我的骄傲 我的破鞋 破裤子破衣服是我的骄傲 就像他的 鞋子 鞋子 这些都不是我的骄傲 这是我的骄傲 我的肉体才是我的骄傲 那展示一下 别 对啊 不要 阿雅属于爱赖床的人吗 会 其实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都会 但是我们一般都会 警惕性 就是不会两个都赖 就有一个赖 另一个就先起到 先去洗澡 然后实在到的差不多时间 就必须找 如果说遇到选管来催你们起床呢 选管哪个选管敢催我们起床 他们都特别怕我们 选管都不敢进了 选管都是先找那个鱼 鱼丸 说哎 你们好了吗 然后鱼丸也不知道 说问我们队长啊 不敢问 不敢问 特可怜 其实他有打电话 我接了就差不多了 不会让 不会为难他们的 可能因为我们做的太优秀了 所以没有人 如果他们真的来喊你们了 会逃避选管吗 他们找过我们 但是那种等于没找 我就还不如打电话 就特别轻的声音 就聚轻 不敢使劲敲门 听见了吗 听见了 说起来了 马上就出来 当时就是半梦半醒间那种 特别累 你有拖延症的习惯吗 还可以 拖延症是体现在 就刚醒了之后 可能会看一些手机 回一些信息 因为我们自己都有自己公司 需要先处理一些事情 其实这都是补扯 其实就是拖延症 如果真的特别着急的话 就OK很快 就还好的话 可能会很久 对 阿雅有没有起床器呢 他跟我差不多吧 就还好 可以接受 只能自己发皮箭 对 反正没跟我发过皮箭 打开优酷APP 首页搜索 这就是街舞 进入节目专区 更多视频等你来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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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